我们来看标普已经可以在中国营业了 而且可以开展的就是债券的评级 这对于标普来讲的话是一个好消息 这也是扩大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来自于信报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越岗大湾区的事情 广东就说列建设大湾区为工作的首要任务 而且要举全省之力来建设越岗大湾区 经日报信报 另外一条消息就是广东省的GDP逼近10万亿 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但是今年的增长指标也降低到6%和6.5% 要与时继续近 毕竟规模越来越大 所以指标也不可能那么高 下一条消息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现在强化的军事斗争准备 强化军事体制改革 为什么呢 因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 包括我们现在的军费占比GDP多少呢 只有1.3% 再看看美国这个国家 已经达到了3%以上 甚至达到了4%以上 所以究竟谁在穷兵独武 我们看的是一清二楚 租借 saber 炼了4%以上